五六百 五六百 負債四千多萬 而且十年了 真的是很痛苦欸 你想負荷前妻嗎 我是一直沒有放棄這個想法啦 等到有這麼一天我會問他 馬國畢還在十年手同化妻女淚崩 沒放棄負荷前妻 有些太更好啊 對對對 現在就也很 有機會我們就去把握啊 我說真的很多人都不相信 大概還剩多少 五六百 五六百 希望這兩年 對 可以趕快把它處理完 最多就是我第一次 就是 就新聞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就什麼都沒有 大概負債四千多萬 那也十年了 真的是很痛苦欸 馬國畢十年前一直放牽賭 負債四千多萬 等新年來老婆忍痛離婚 為了還債這十年來努力工作 賣雞排開早餐店 直播帶貨 今年多忙於拍戲 很多人問我說 馬國畢最近好嗎 我說好啊 不好的都過去了 那當然 每一步 就還是要 很小心 去看那個牙科 去給那個醫生看 醫生說你牙齒怎麼歪成這樣 怎麼 我說 醫生你不知道我這一陣子 是咬著牙齒撐過來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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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希望 對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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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就是 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第二春 這樣子 就是 我不想要去耽誤別人的青春 那也有就是在交往前 我說我很自私 就是我會去講說我不想要再結婚 也不想要再有小朋友 畢竟跟前妻小朋友都還是非常的密切的聯繫 但是小孩子慢慢大了 有時候約他出來不太出來 那我現在就自己會找機會 就是去接他下課 然後帶他去吃個東西 現在國一 要生國二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個班上幾個男生喜歡你 他說 不知道耶 可是我喜歡好幾個 擔心他交往 說不擔心是騙人的 但是希望找到是 好一點的 不要像他爸爸一樣 哈哈哈哈 有心感情 對感情 對沒有 其實其實不想再談就是 女兒也慢慢大了 還是要讓女兒覺得說 爸爸是唯一愛他的 你在想 哇兩三年有了 你想複合前妻嗎 我是一直沒有放棄這個想法啦 如果今天我沒有任何在乎的話 我可能會問他 問他現在很會想 但是現在我還沒有這個資格的時候 我覺得我去問這個東西都是多餘的 因為他就算有 那又怎麼樣 他沒有我也不能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等到有這麼一天我會問他 對 那 那他 有 我們當然是巨蜂吧 我們 十 十年沒有同框了 那 第一次同框是 國小 我女兒國小畢業的時候 然後 我有跟我女兒說 爸爸可以去參加你的 畢業典禮嗎 然後 他說好 然後後來 我就跟我前妻聯絡 我說那個 我可以去參加嗎 因為我畢竟要尊重人家 他說可以啊 那個 那個女兒希望你啊 我說好 然後跟劇組請假兩個小時 然後 又為了 不要造成可能 這個 同學還是什麼 知道他是 他的爸爸是我 然後 就 戴帽子 然後口罩 對 然後 那個老師很可愛 就是他的老師很可愛 我滿感謝他的 他說 幫你們拍張照 然後我才把口罩拿掉 然後 拍了一張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同框的照片 拍完之後 看到之後哭了 很感動 還直接是我們 最大的動力來源之一 看一看 在自己充電 然後好好的 好好的這個 再努力一下 好好的